Hello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啊 今天来看一张微星的显卡 微星红龙老牛逼了 这是一个微星的1080Ti 红龙上热器漏液 滴在显卡背面导致黑屏 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很棒啊 上热器漏液 真的是水冷从入门到里培啊 透过这个背板已经可以看到 显卡内部已经是不成样了 把背板拆开呢 可以看到在核心的背面 已经是大量腐蚀 这估计这个卡组所说的拆开 应该只是把背面给擦干了吧 拆都没拆 给CPU上水冷 却把显卡给搞坏了 真是一对冤家呀 正面其实也还好啦 底下 核心底下好像有一点点的腐蚀 但是不严重 这个螺丝孔这里 应该是螺丝孔这里 剩水 剩了一点水过来 修之前呢 先来看一下核心也没有歇壁吧 1.8V没短路哦 显存供电也没短路 PEX供电阻值正常 好 只要这三个没短路 那核心基本上都还健在 浸水有点多 腐蚀面积有点广 像这种情况先送去水洗烘缸 水洗的过程直接跳过 看一下最终的结果 洗的还是比较干净了 核心底部 这个位置掉了一个电阻 像这种进水 最容易导致的就是电阻腐蚀掉焊盘 看这个电阻腐蚀了之后 它的焊盘已经很脆弱了 轻轻一推就掉了 轻轻一推 这个焊盘上面一点锡都没有 电阻已经脏不上了 那么同样这个电阻肯定也就不能正常工作 像这种焊盘腐蚀的 要把上面给刮干净 因为最上面一层都氧化了 不刮干净的话是不能上锡的 刮到露出铜来 这样的话上点焊油 烙铁一烫就可以上锡了 抹上一层焊油 轻轻的用烙铁烫一下 这焊盘就算修复好了 然后再给它找同参数的电阻 这几个位置掉的都是些电阻 这边是一个100K的电阻 这里不仅电阻焊盘坏了 而且还断线 这几个电阻有些是给核心供电的 有些是上拉电阻 具体还是要看图纸与点位 按照上面所标识的阻值焊上去 焊油清理一下 这个位置还有一节断线 先给两端上点锡 再来飞线 切好线之后把它割掉 OK 大功构成 再把残留的焊油给擦一擦 很快是不是 其实看起来好像很快 其实也折腾了半个多小时 最后检查一下 其他地方没有明显的腐蚀了 简单拼一下 再来上机测试 不出意外 已经可以正常点亮了 进入系统打上驱动 跑一遍卢道士 看一下跑分有没有问题 因为那几个位置的电阻 容易影响它的性能 那几个电阻是用来设定 这个板子的运行频率的 卢道士测试没问题 再来跑上一遍3D Mark 也都可以正常的运行 看来几个电阻换对了 看一下最终的3D Mark跑分 跑分正常没问题 看到这台电脑很熟悉是不是 这是我们所熟悉的农耀猎人V700游戏本 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按下开关 键盘灯亮了 屏幕没有显示 据这个机主 机主描述呢 是进了点水 这边测了一下 确实不开机 并且呢 风扇也是在狂撞 撞得很猛 声音很大 呼啦呼啦的 哟 大小小灯居然有反应 这个本子呢 也是在售后检测过 说是主板有进水 嗯 没保修 换主板呢 好贵好贵 这边还怎么少了个碗口呢 这个架子怎么还给整丢了 拆开看一下 果然是有进水的痕迹啊 看这个 看这个面板上 全是这生锈了已经 像这种小板上面也确实有蛮多的生锈的 但是这个主板啊 这个主板设计的还是蛮好的 它的背面有一层贴纸 这个贴纸很好的保护了这个主板 免遭尽水的伤害 有了这层贴纸 这个主板也没腐蚀到哪里去 先送去水洗烘缸 看一下第二台同款的V700电脑 这台呢 按开关是可以显示的 应该跟之前老生长堂的通病有关了 也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机主呢 说是打游戏花瓶 而不是打游戏黑瓶 游戏玩着玩着屏幕就黑了 但是呢 声音还在 好那给它开个游戏来试一下 呦 这游戏还没开呢就黑了 键盘大小小的有反应 电脑还没有使机 单纯的屏幕熄灭了而已 看来又是之前修的那几个通病啊 凭供电不足导致的 好吧看来我只能修修这种通病了 现在已经不会整活了 最近修的一些笔记本都是些疑难杂症 不是CPU坏就是难调坏 要么就是主板烧个洞 好吧 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这款故障的解决方案 我发现这款电脑卖的还挺多的呢 它的故障现象出现的也比较多 故障率确实蛮高的 好多人来问我了 第一步呢拆开后盖 是不是跳的有点快啊 这个拆后盖应该简单 自己去网上找一下吧 有望运表的可以先测量一下 现在呢我是给它开机了 平供电呢在平线接口附近 就在这个位置 看吧平供电只有2.8V了 这边呢有两个保险电阻一找就可以找到 平供电2.8V 它的前端呢是3.2V 这个平供电必须得3V以上 一点都不能少 2.8V屏幕肯定就工作不正常了 先断电啊 既然已经找到问题了 先开始维修 这个散热器拆法 它这个拆啊 因为它散热器和风扇不是一个整体的 所以散热器要单独取下来 但是散热器上面呢又贴了一层胶带 这个胶带呢又不好撕 所以我的建议呢直接拿刀片把它割开 拧下螺丝 散热器模组呢有六颗螺丝 哦不是八颗螺丝 边上还有两颗 中间呢有六颗 六颗螺丝全部拧掉 螺丝拆完之后可以把散热器提起来了 风扇呢就留在上面 风扇不用拆 散热器呢这款电脑的它的机会也是比较严重 拆下来的时候 顺便也可以清理一下 现在呢把这两个电阻给拆掉 卧槽什么破相机吗 这对焦对哪去了 对我手指上去了 这个拆电阻呢我建议直接拿烙铁拆 不建议用风枪 因为用风枪的话这边上都是塑料 拿风枪一吹就全融化了 拆掉之后拿两颗零物母的电阻换上去 焊好 两边轻轻点一下就算OK了 之前呢视频里就有人给我评论 说人家这个原装的是什么自恢复保险 我给人家换成零物母的电阻太不专业了 其实都一样吧 它保险有这么好用的话 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维修案例了 没有零物母电阻的话 直接一拖锡焊上去也是一样的效果 我不认为会有什么很大的隐患 大家不喜欢可以喷 完全没必要滑走嘛 硅脂呢重新涂了 散烂器清理了 这个之前滑开的缺口 拿个胶带给它贴一下 没胶带的话 其实不贴的话也没事 但是那个胶部一定要给它挑出来 因为它割断的话容易卡在出风口 它挑出来就没事了 当时为了拍视频还是给它贴一下吧 扣上它的电池 装上它的后盖 拧上它的螺丝 再来上机测测 进系统了 之前是进系统一段时间马上就回屏了 但是现在进的系统已经将近有十多分钟了 依然坚挺 没毛病 再回到之前进水的那一台 清理干净之后也是直接秒杀 两台同款 不过它右侧风扇狂撞的问题还是没能解决 主板上面没看到有什么独立的风扇控制芯片 猜测可能是EC控制的吧 太新款了 订不到这个芯片 好彩是修开机了 没事 耳机一带 啥也听不见 这个风扇狂撞有助于显卡上热 这边第三台 这个是修通病的 这个也是那个频供电不足 像这种智囊损坏的 它的风扇就能正常控制 我们看这种 这种区益 就能够护了 就能够护了 这种区益 这种区益